大家好!歡迎來到粵語娛樂頻道! 那麼大家耳邊是否還拿著《新聞女王》裡面的張家營爽音? 原來演的就是李思華! 這個角色既然是英國長大, 英語口音自然要貼地到像Teatime那麼到底! 為了做到剛剛好,李思華真是不用告訴你! 昨天她還跟專業老師學換口音, 拿了整個大熊貓那麼上下努力! 整件事爆紅了之後,網絡朋友們在評論區發工呀! 內地演員換做這件事,熱手爬上爬下都不止一次! 真是不要看小TVB出品的藝人,競業到爆標! 李思華本身就出身至香港一個有錢家庭, 小小過被捧在手心上,真是有禁的城堡公主待遇! 不過人生又起又跌! 爹地一破產,原來公主三旁邊都跟著有骨董衫! 為了拯救家計,她選擇訂簽紙入行TVB,靠拍劇還債! 那些人有說,靠自己雙手翻身的經歷有時值得過招股書上那些金字塔! 在拍劇的過程中,她撞淨了前男友鄧建華! 可惜愛情路上走到落堆,原來渣男不用創意殘都會出現! 分手之後,她終於遇到了現任未吩咐車崇建! 應該的婚姻生活就在峰迴路轉後站穩腳步! 她逗逗轉轉後對香港的熱情就好像丁丁車一樣,幾經曲折都始終不變! 在家府受變故,捲進債務泥沼之前,她曾經一度過著無憂無慮的留學生活,現在更加是實至名歸的強者我的路典法! 據聽,當時她錢包薄得太,真是只夠踏刺公車! 捉見一個人真功夫,在金錢關頭才見得分曉! 當在選美場的充斥環節,她雖然無畏裂三甲, 所以在知名度同樣貌上,與當年的佳麗相比,的確少嫌訊息! 還有的話,雖然她是地道香港人,不過自小在海外長大,粵語基礎其實不是那麼夠診銘! 在拍戲期間,她一邊踏戲,一邊拼命學粵語! 就是這樣,她頭位男友可以成功追到她! 聽聞都是因為現在時不時給她補下粵語的功課! 為了多賺些銀子償些債,她無間斷金轉戰不同劇組! 天涯俠衣、斐田氏和龔森濟都欣賞得到她的精彩演出! 你們應該都清楚,TVB的演員演技一直都很有料! 她都拍過不少劇集,演技也不是蓋的! 但就是劇紅人不紅! 在《新聞女王》裡面,她所飾演的張家欣,是個拼命三郎,一心一意投入工作! 她的工作準則是,專業、嚴謹,不希望自己因為什麼站隊就忘記做記者的初心! 而在這部劇中,無論是與女主角的對手戲,還是與男主角的感情戲,都看得出她多費心! 有興趣的朋友一定要去看下!都希望這部劇能夠令她公動一時!她真的好值得呀! 在拍《老婆帶人》期間,她就遇上了她第一位男朋友鄧建華。鄧建華本來是做歌手出道,之後與TVB簽了約。 做過主持也都拍過劇,由於她一臉娃娃腮,性格溫文異雅,還是學美術專業出身。 不管是外形還是藝術造藝,都是很多女生心目中的白馬王子。 李詩華都不例外,兩人快閃愛火,立刻點燃。 日常相處中,鄧建華不單對女方細心體貼,還會教導她粵語。 所以說,李詩華的粵語進步,是與她之前男友的教導分不開。 不過,這段維持了五年的戀情,到頭來幻視收場。 鄧建華分手後,李詩華身邊的追求者不斷。 家勢、容貌、見識都是上誠,但是就是沒有那份火花。 不知是否之前男友的事情弄得她心有餘悔。 這個局面直到她遇見車崇建。 居崇建可以算是半個圈中人士。 她做的是教明星健身,教人擁有好身材的事業。 聽說天王國富城。 過後楊千華,影帝吳鎮宇都有找過她做教練。 自然她的收費都相當高。有媒體透露,她的工作室每小時的起價是兩千港元,折合成人民幣大約一千六百多。 她們的戀情被爆光正是因為她們物約被媒體拍到。 面對媒體追問,李詩華大方承認,與車崇建已經拍拖多年。 最近,李詩華與胡說八道會姊妹到美國圓徵。 結果夫妻升級健身教練車崇建罕有露面之詞。 成為熱點,同時令網民留意到她們訂婚了三年都未結婚。 人家都忍不住吹婚。 李詩華新民女皇后內港兩地人氣急升。 工作不斷,美國巡演員之後奔北京工作。 而她最近返香港,說到訂婚那麼久還沒有結婚。 她表示,沒有結婚,是因為疫情之後大家都愈來愈忙。 沒有嘗試去想安排果裝事。 我覺得簽紙都只是一張紙來的。 最重要的是兩個人關係好。 什麼時候簽紙都無所謂,她說返香港之後又要飛去外國工作。 所以真是無時間搞結婚,知道大家經常問。 我們都覺得最重要的是兩個人信任和好關係咯。 儘管外界那麼敏,我們都很希望李詩華可以早些踏入婚姻的殿堂。 前路幸福滿滿。 李詩華曾在去年三月尾透露因受免疫系統病困擾, 導致眼出問題,出現大細眼的情況。 影響幕前演出工作。 而李詩華在訪問中,亦有透露當時的病況。 有一段時間,真是每個禮拜都去打點滴,打類固醇。 她坦然當時心情大受影響,因為我真是有一刻。 我會覺得是不是現在之後就不再演戲呢? 是不是要退休了?我很喜歡演戲。 所以這對我來說是真是很不開心的一段時間。 因為真是一年無工作。 這個時間,嘩! 不過我覺得這段時間都是一個考驗。 然後我考驗成功啦! 李詩華因免疫系統出事。 每個禮拜都要接受淚固醇打針。 她坦然當時心情大受影響,擔心無辦法再演戲。 幸好經過有關治療之後,李詩華逐漸康復。 恢復狀態。 其實李詩華早在攝影劇集《金蕭大廈》時眼已經有問題, 但當時因很忙未有做檢查。 直至眼腫情況嚴重那時才發現。 經醫生診斷後,確認患上免疫系統病, 令身體抗體攻擊雙眼,導致眼出現問題。 她在出席劇集宣傳活動時,一度要戴眼鏡。 幸好經過有關治療之後,李詩華逐漸康復。 恢復狀態。 在這裏就落筆,下次佔。